晚上19点张长宁王者归来 女排奥运冠军重返训练场 蔡斌等到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对于咱们广大的中国女排球迷 尤其是张长宁的球迷 大家也是终于在昨天晚上的19点中迎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喜讯 那么伴随着张长宁在此前 2021年底完成了自己的膝盖手术之后 目前他也是首次的回归到训练场上 带给了广大球迷无限的惊喜 伴随着这一次他的王者归来 或许也暗示着咱们中国女排未来的主攻线 将会迎来一个全面的升级 我们都知道目前中国女排正在蔡斌制导的带领下 球队进行着封闭集训 那么现季段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我们想要在新周期完成巴黎奥运会夺金的目标 其实眼下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我们球队的进攻端 我们在主攻位置上人手不足 我们目前只有李盈颖这一个点能够支撑起我们的主攻线 而其他的主攻队员似乎都是很难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张昌宁和朱婷身上 目前朱婷肯定这个点是没有问题的 他在一甲赛场上已经大杀四方 逐渐的把自己的状态给拉升回来了 但是你任何一支世界顶流的强队 你不可能在你的主攻位置上只囤积两名顶级球手 你还需要有第三选择 如果说出现体能的隐患 如果说出现一些意外的伤病 三个人之间才是能够形成一个合理的轮转的 所以说眼下来看 我们需要在主攻位置上 在期待着张昌宁的回归 眼下我们中国女排 我们的主攻位置确实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软肋 但是只要张昌宁回来 他联手李盈颖和朱婷之后 我们中国女排的主攻位置 就具备了抗衡世界任何一支顶流强队的实力和资本 所以说眼下来看 对于蔡斌 对于朱婷 大家也都非常期盼着张昌宁能够尽快的回归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此前 蔡斌一直给张昌宁保留着国家队球衣号码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个细节也暗示着张昌宁是随时有可能要上演王者归来的 但是要知道 如今其实对于张昌宁而言 他的年龄只有27岁 对吧 这个年纪正常来讲 还在一个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的颠峰期 他比朱婷要小 那么这样一个年龄的运动员来说的话 他如果说在自己2021年底做完手术之后 如今在2023年能够回到赛场的话 他是完全有机会重返年峰 但是如果说在2023年整个一年还不回归赛场 那么2024年就不可能再回来了 对吧 一个运动员你卸上两年就不可能再回来了 所以说眼下来看 对于大家也高度关注着张昌宁 他究竟是否还会重返训练场 而就在昨天晚上 根据咱们国内著名的排球媒体人 也是发布了一个最新的视频消息显示 张昌宁上演王者归来 这位女排的奥运冠军功勋 重返训练场 并且完成了一次高高跳起的发球 对吧 这一次跳发也暗示着他的跑跳能力 已经完全的恢复 而且他还送上了一段视频 在3月8日这一天 祝福所有的女性节日快乐 同时他还表示让大家感受女性的力量 那么这就足以证明了 他还没有放弃这种追梦的可能性 这种不放弃的精神 正是女排精神的这种传承 而且在他的父亲离世之后 我们看到张昌宁过去一个阶段 自己一直内心非常的悲痛 如今也在这种悲痛之中 走了出来重返赛场 或许也就意味着张昌宁 他接下来坚定决心 想要继续能够在排球赛场上 去实现价值 也算是不辜负他的父亲 当初对于他的一番期待 那么如果说张昌宁能够重返赛场 通过未来半年的时间 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回来 在9月份的杭州亚运会 能够上演一个王者归来 帮助中国女排在亚运会 完成夺冠的话 或许等到明年我们在巴黎奥运会上 我们真正的中国女排 最强的主攻三叉戟 就能够全部强强实现联手了 那么届时中国女排 我们整个球队的战斗力 我们的进攻端的火力 就可以达到井喷的状态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进攻端 去压制世界任何一支顶路的强队 对吧 我们的进攻端实力上来了 火力猛了 压制了对手 其实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这样一来 我们球队的防守端的问题 我们的一传的问题 都有往得到改善 对吧 我们用我们的进攻压住对手了 对手给我们的防守端带来的压力 就不强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此消彼长之间 我们的进攻端强了 我们的防守质量 也都会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善 所以说 这都是对于我们中国女排 环环相扣的一些积极的连锁反应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朱婷和张长宁两个人的王者会来 那么等到朱婷 李盈颖 张长宁三人正式的联手之后 其实我们中国女排就真正的具备了 在蔡斌之导的引领之下 我们重返世界冠军的领党台 重返奥运之巅 已经就真的是指日可待了呀 무서笑了 别瞬 É 等一下 握 指导 在 taking 口